罗斯福 罗斯福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 曾经连续四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罗斯福出生于美国纽约州 他很小就跟着父亲学会了游泳 划船、钓鱼、骑马等多种运动 还学习了许多自然知识 罗斯福从八岁起开始积游 从一张张小小的邮票上 他看到了世界各国的美丽风光 也增长了很多见识 到了11岁时 他又开始收藏鸟的标本 一共收集了300多种 他在中小学的成绩也很好 长大以后就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法律 毕业后成了一位年轻的律师 罗斯福39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 这场病使他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但他一点也不悲观 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被人们称为快乐勇士 他当选为美国总统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为和平四处奔走 受到了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他常常对人们说 只要我们满怀信心 不怕困难努力工作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 罗斯福是这样说的 他一生也是这样做的 您开始玩了 成功莫无能力工作